起了大早就是为了要抢在情人节这天 和自己深爱的另一半等级结婚 安徽富阳明镇局工作人员们提早上班 光是夕阳情人节这天上午就办理了将近一百对的新人 而在这个浪漫的日子里鲜花必不可少 根据大陆电商平台发布的数据资料 今年女性消费者占了六成 相较于2017年男性消费者占比七成 消费形态出现了明显变化 第一年送给女朋友之前都是送给妈妈 她最喜欢是粉红色 每年都送呢 其实送了多少年 由追回到已经做了多少分到现在都有九年 我都跑了三个多个花店 然后才买到这一副 冒着大雪天气拼了命 就是为了给老婆一个惊喜 也让各地花店在春节开构后特别忙碌 有业者更别具巧思 推出人民币折出的钱花也相当受到欢迎 用钱花表达爱意不仅别出心裁还特别实用又保值 但不论是钱花还是鲜花花多少钱永远是其次 最重要的就是有心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 记者万少安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